哈囉 大家好 我是Pone果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我在大創新買的 那就是UV膠或是黏土可以用的模子 那這是我還沒拆包裝的 那還有其他三款 總共這幾款 其中一款是比較單一形狀的 正方形圓形的 另外一款有點是水果跟食物類的 就是蘋果啊 櫻桃 然後甜甜圈 另外一個就是巴黎風格嗎 有鑽石啊 然後香水 那另外一個就是也有另外一把鑰匙 然後它有半圓形蝴蝶跟另外一款香水瓶 那總共就是這十款 我有點忘記是39還是49了 那我們就來做相關的DIY吧 首先呢 準備你的模子 然後還有熱熔槍 開始填滿它 填滿了之後呢 就等它涼 因為它現在還很熱 好 它現在已經冷卻了 那我們就把它塞下來 該長怎樣 多多少秒會有點輕 那你可以用小剪刀 把周圍修一下 再來可以準備一張 它就是有日本花圍的圖案 那等一下是要貼到上面去 在中間 然後把它出膠帶保護它 稍微修剪一下 最後上上的Yumi膠 這樣就完成了 可愛的御手 那上面的繩子我是用鏟絲拉線綁的 那上面的繩結呢 叫做瘦帶結 你們可以去Youtube上找找看 綁的第一隻綁 所以綁得有點醜 這樣就可以送人囉 我後面是空空的 如果你要再做另外一面也是可以的 這樣就完成一個 色龍腔的吊飾囉 那我前幾天也有用蘋果的 做出蘋果來 那上面的這個就是 壓克力顏料 然後有櫻桃跟甜甜圈也可以做 甜甜圈還沒上色之前 看起來就像這樣 上色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拿出你的 壓克力 看起來那麼薄透的話 就 記得不要加水 這樣就完成一個了 這是上完色之後的樣 那你們就可以塗上亮框漆或什麼的 可以貼在 像這樣貼在上面之類的 熱龍腔也可以同樣套用到別的 矽膠膜上面 像是英文字母的貝殼的 做出來也是蠻漂亮的 鳳果 英文字母 那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 這次會比較慢出影片是因為 最近在努力的上班中 所以就沒有 沒什麼時間拍影片 只能挪到六日 但星期六我還要上半天的班 所以就 懶惰了一下 變成星期天拍了 那這個等它乾之後就是也可以寫上 perfume 如果你想寫上什麼 chanel 也是可以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唷 那這邊還有其他推薦影片 那就這樣囉 還有 還有